陕西西安这次是彻底火烂 大批大批的外国游客来到西安这里旅游的 这里是西安的著名景区 西安大雁塔景区 在这里见到外国人的游客几率特别高 看一下这里是大雁塔的南广场 有好多这种穿着古装的美女在这里拍照的 超级超级多的 后面就是大雁塔了 这两天有收到网友留言 所以手价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雁塔这里人还多不多 他想来西安这里去旅游的 带大家来看一下西安大雁塔的真实状况 今天是8月17日 这回是下午的6点多 看一下大雁塔景区里面 今天的人我感觉还不算特别多 可能相比平时的话会多一点 但这个节假日的话 前段时间西安大雁塔这里景区 那家伙真的是乌样乌样的 全都是游客 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还记得整个手架期间先搭 这里面的人流量超级超级多的 真的是火到不能太火了 现在旅游真的是没有淡季 它是旺季和旺旺季 这块是唐僧的雕像前面 全都是拍照的游客 这些摄影师给游客在这里拍照的 后面这里就是先大唐布业生布行街了 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街区里面的状况 街区里面人倒是挺多的 感觉就无从下降了 这条街区全长是2.1公里 东西宽是500米 走上一车的话 估计得要花半个小时 据说整个手架期间 这些大唐布业生布行街里面的靠着样子 基本上平均每天都在20万人次以上的 非常的热闹 而且这里也是全国穿汉服 氛围感最浓的一个城市 你看这里 这些全都是汉服小姐姐 穿着古装的帅哥美女 多不多 我昨天还看到新闻上说是 西安的这种开汉服的小店 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家 已经两千家了 几千家穿这种汉服店的 给游客弄这个衣服的 这个街区里面每天在晚上还有不定时的节目 免费为大家表演 大家可以来这里观赏 西安已经成为全国汉服装作店最多的一个城市了 这两天趁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来到西安大唐北野生这里感受一下 十三朝古都的魅力